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 又到了我们一起读圣经的时间 今天我们所要读的是耶利米书的第46章 耶利米书的第46章总共有28节 这一章的内容在讲 神借先知预言 埃及必被巴比伦征服 我们来把今天的经文分一下段落 我们将它分成三段 第一段是1到12节 埃及人必在战场上被巴比伦人打败 第二段是13节到26节 巴比伦王必带兵来征服埃及本土 第三段是27节28节 神给以色列的平安的应许 我们为今天所选的要节是27节28节 经文这样说 我的仆人雅各啊 不要惧怕 以色列啊 不要惊慌 因我要从北方拯救你 从被掳之地拯救你的后裔 雅各必回来 得想平静哀义 无人使他害怕 我的仆人雅各啊 不要惧怕 因我与你同在 我要将我所赶你到的那些国灭绝静进 却不将你灭绝静进 倒要从宽惩治你 万不能不乏你 这是耶和华说的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读完了前面的45章 这章所讲的是神借着先知安慰他的门徒巴路 45章的经文虽然短 但却饶有深意 神借着先知安慰巴路 是因为先知本人已经先从耶和华神那里得着平安的确据 这平安乃是在神里面的平安 我们今天要读的是46章 从本章一直到51章 耶利米书就渐渐进入尾声 所以46章到51章是有着同样主题思想的信息的段落 因为这几章都是论到耶和华神对列国的审判 等看到最后一章52章的时候 他的内容就与前面的第39章基本一致 我们在众先知的信息中 基本上都可以看见 神借着他们讲到关于列国要被神审判的信息 这些先知当中只有和谐阿书除外 所以就请大家在读经的时候注意 神也透过耶利米先知来讲对列国的审判 这是要符合耶利米书第一章第十节那里 神在呼召他的时候对他所讲的话 神是要使耶利米先知做列国的先知 神的审判既临到自己的子民 以色列人和犹大人 又会临到所有的外邦的国家 这一方面是要给神的百姓信心和盼望 另一方面也要显明神乃是历史之主 他不像旧约时代有些人以为的只是以色列的神 他乃是同管全地之主 大家在读的时候学习去发现这些信息当中的规律 基本上信息都是先提到那要被神惩治的国家 接下来会讲到他们所犯的罪 一般都是由于骄傲和狂妄 然后就讲到神怎样借着审判的工具 一般都是指巴比伦来刑罚这一国家 但是在宣告完审判的叛词之后 神又会对个别的国家给予一些盼望性的话语 类似像46章的第26节 还有48章的47节 还有49章的第6节 以及49章的39节 我们今天的经文虽然有28节并不短 但内容却不难掌握 由于信息的主要的部分 1节到12节 13节到26节 它里面包含着两首古老的诗歌 大家知道诗歌是最难以讲解的 一讲解就失去了味道 所以大家在读的时候 好好地咀嚼和体会 我们就只告诉大家 第一段和第二段的要义就行了 第三小段 也就是27节28节就比较容易领受和明白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段 1节到12节 埃及的军队要在加吉米斯被巴比伦人打败 本章的第一段信息是论到主前 605年埃及和亚述的联军在加吉米斯被巴比伦打败的事 这场战役非常的重要 因为就是因着这场战役 亚述帝国彻底灭亡 新巴比伦成为世界的新霸主 由于加吉米斯大战是发生在主前605年 因此这篇信息发布的时间就一定是早于主前605年 从本章的第三节一直到七节 经文就描述了埃及的军队在战场上的表现 由于先知是在异象的领受当中 看到未来要发生的事 所以他就形象的描绘 看见埃及的军队在战场上溃败 而且先知还听到了主耶和华神的话 神既然说埃及的军队要溃败 那么埃及与亚述联盟必然失败也就成了定局 先知形容埃及的士兵都在伯拉河半跌扑倒 在古代的时候 人们都用兵败如山倒来形容 哪一方的战士一旦失去了战斗的意愿 那么溃败的时候就会出现无法控制的场面 第七节就是在形容埃及士兵在逃跑的时候 那失控的场面就向尼罗河涨发 向江河之水翻腾 先知故意在预言当中发问 这些人究竟是谁呢 第八节就特别做了回答 原来就是埃及的士兵 埃及人尤其以法老为代表的 曾狂傲的叫嚣说 我要涨发遮盖遍地 我要毁灭城邑和其中的居民 但是七节和八节就形成了对比 法老原本希望自己的军队 像尼罗河水那样形成强大的 无法被战胜的攻势 但反而他所期望的正相反 后来法老的军兵在战场上奔逃的场面 才真正向尼罗河涨水 一发不可收拾 这是先知在向仇敌的国家发话的时候 所惯用的讽刺和挖苦的口吻 当我们在读到拿红书的时候 还会发现先知有着一样的发话的表示 第九节的经文出现了三个外邦国家民族的名字 像古时人 福人 福人又被叫做是吕比亚人 还有路德族 先知向他们呼喊 要他们再上战场 去与巴比伦人开战 这几种人都是埃及军队当中的雇佣兵 第十节就特别讲到 亚述人和埃及人的联军失败的那日子 乃是主万军之耶和华报仇的日子 神要向自己的仇敌报仇 到那日刀剑必吞吃得饱 饮血饮足 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在北方柏拉河边有献祭的事 献祭乃是形象的比喻 先知在这里形容 到了打仗的日子 在又发拉底河河边 将会有大批的人遭到杀戮 其血腥的场面 就像人杀牛杀羊献祭的场面一样 这乃是指神对自己和自己选民的仇敌的国家 所降临的审判 大家可以参考一处相似的经文 在以色亚书34章5节到7节 11节显示 埃及因为被巴比伦人打败 他整个的国家和国民都遭受到了致命的创伤 他们即使是去以色列的基列取乳香 或是拿许多的良药 都无法给自己带来医治 在这里 埃及的民原文又叫做处女 他们的伤病不能被医好 大家可以去参考前面14章第17节 深夜长江 尤大民看为处女 他们也是受了裂口破坏的大伤 12节是形容 那与埃及同盟友好的国家都听到了埃及战败的消息 埃及满有羞辱 遍地都是哀生 埃及的战士们已经无法再打仗 他们在逃跑的时候 彼此相碰 便一起跌倒 因此第一段的经文 一节二节是信息的引言 而从三节到十二节 就是本章中第一首诗歌 论到埃及人和自己所招募的雇佣兵 在加吉米斯的战场上被巴比伦人打败的情形 接下来是第二段 十三节到二十六节 这一段的信息 神借先知预言 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 必带着兵征服并占领埃及本土 我们要知道加吉米斯这一地点 并不是在埃及 但巴比伦人得胜之后 他们便要挥师南下 来攻击埃及本地 这就是十三节神要先知伊利米所宣告的话 十四节神告诉埃及人 要将这一信息传扬在埃及 那要传扬这一信息的是几个我们不熟悉的地点 一个是密夺 一个是挪福 另外就是我们听过的达比利 这几座城市都位于埃及的东北部 神借着先知告诉埃及人 你们做好准备吧 因为刀剑在你们四围施行吞灭的事 十五节到十七节 神借先知提前就预言了 埃及人面对巴比伦人攻击的时候 再次要出现的失败的场面 十五节的经文提到的壮士 是个双关语 它既是指埃及人的士兵 同时又是埃及人的神明 古代的埃及人拜牛 随着壮士的原名叫阿比斯 就是指埃及的神牛 但这被人看为是壮士和神牛的 将要被冲去 站立不住 而且埃及的士兵会在战场上半跌 读十六节的时候 请参考前面的十二节 他们当中的很多雇佣兵 会呼喊的说 起来吧 我们再往本民本地去 好躲避欺压的刀剑 第十七节显示 他们不再服从法老的命令 他们在喊叫声中说 埃及法老王不过是个声音 他已错过锁定的时候了 意思是 巴比伦军队前来攻打 埃及已经注定要失败 相比起第七节和第十五节 先知的话中讲到 那埃及士兵溃逃的人潮 就向尼罗河水奔流 不仅将人冲走 还将埃及人的假神 偶像神牛冲走 埃及已经失去了保障 然而第十八节 万军之耶和华 却使了尼布贾尼撒的士派 高大坚固 就像塔伯在纵山之中 像加密在海边一样 去过以色列的人 就知道塔伯山特别的美丽 它雄俊于纵山之中 加密山在地中海边也是一样 与巴比伦人的军队相比 埃及人已经完全失去了 抵抗的意愿 他们当中活着的人 只能选择尽快的逃离战场 十九节神告诉埃及人 预备好物件 等着被掳吧 而且挪浮这个城市 必成为荒场 且被烧毁 无人居住 第二十节是一个形象的比喻 预言把埃及比作 一只肥美的母牛犊 但现在有从北方来的可怕的牛蒙 中文是翻为毁灭 原意叫牛蒙 牛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苍蝇 能够吸生出的血 这是在形容巴比伦人 尼布贾尼撒来了 要给埃及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第21节的经文 又可以参考12节 16节 同样是在讲 埃及军队在无法战胜仇敌的情况下逃跑 因为此番临到他们的不是普通的征战 而是他们遭难的日子和追讨的时候 22节到24节 进一步的在形容 巴比伦人在进攻埃及的时候 所发生的情况 22节提到 仇敌来的时候 发出了蛇形一样的声音 而且他们成群结队 攻击埃及 就像拿斧子的人砍伐树林一样 23节又接着在讲这一方面 仇敌的人数 多如蝗虫 不可胜数 24节提到的结果 埃及的民众 必被交在北方人手中 他们必然蒙羞 25节所讲的 是神表示 必借着巴比伦人 对埃及人的征服 来刑罚 挪得亚门和法老 并埃及 与埃及的神 以及君王 也必刑罚 法老和 倚靠他的人 经文提到的 挪得亚门 挪是古代 上埃及的首都 而亚门 不是指 以色列 东边的那个国家 此处的亚门 是挪 这个城市 所拜的神 从25节的经文可见 神要刑罚 埃及的一切 无论是有形的 或是无形的 甚至也包括 那倚靠 埃及法老 和他的人 关于25节 大家可以参考 以西节书 30章14节到16节 还有南红书 3章8节 还有前面 伊利米书 43章12节 13节 另外还有 以色亚书 30章1至5节 31章1到3节 26节 神契先知预言了 埃及在一段时间内 会被交在 巴比伦王的手中 但以后埃及 必有人居住 与从前一样 这当然可以被看为是 从神而来的好的应许 大家也可以参考 以西节书 29章13节到16节 从本章的内容中 3节一直到26节 基本上都是在讲 神会使审判 临到埃及这个国家 在旧约时期 神的百姓 北国以色列人 和南国犹大人 一直都在认为 埃及是他们平安的保障 但在神的眼中 埃及乃是一个罪恶的邦国 是世界的表迹和化身 神的子民 不可以去依靠他 因此在旧约圣经中 论到埃及的信息特别多 我们从前所读过的 就有像以赛亚书的 30章31章 大家不妨回过头 去再读一下 本章的最后一小段 27节28节 我们会将它并入 下一章第47章来讲 因为47章 是论到非利式人 要遭受的审判 而且47章 只有7节 我们大家可以将 本章的27节28节 先好好思想一下 以色列的救赎主 万君之耶和华 我们感谢你 主你是全地的主 这地上 其他的外邦国家 若是狂妄 不行公义 污秽败坏 你也会将审判 临到他们 主让我的心敬畏你 做一心仰望你的 顺服你话语的子民 我如此的祷告 乃是奉考我的主 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再次感谢我们的主 爱我们 爱你们 欢迎订阅 我们再次感谢我们的主 爱你 爱你 相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